中秋节堵车在高速上 11年假我决定不开车了 搭乘飞机出行 买到早晨7点钟起飞的班机 所以凌晨3点钟就出发了 只睡了一个小时呢 今天上海的天气非常好 蓝天白云的 飞机排队的好整齐哦 一整排的飞机 看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呢 转个弯 似乎已经到了要准备起飞的跑道了 其实已经好想睡觉了 但还是自拍一下留个纪念哦 不同的角度观赏窗外的景观 非常的好看 走着走着 飞机已经准备加速了哦 然后我竟然拍到 看飞机的影子耶 好酷哦 我是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的 俯瞰城市的样貌 每次都有不同的心情呢 不同的高度 就会有不一样的风景出现 你觉得云朵就在身边 跟着一起飞呢 看到海了 还是河呢 欣赏完这一段美丽的风景 终于可以安心的准备睡觉咯 睡了一小段醒过来之后 好像在软糊糊的棉花糖上面呢 好美啊 现在云层在我们下方呢 就这样碎碎醒醒 一下子就快要到了目的地咯 越来越清晰的田地道路 树木 这次搭乘飞机飞回湖南 真是一个睿智的选择啊 期待跟湖南的家人们见面 国庆节快乐